今天我们事件转向甘肃兰州 6月18号下午在兰州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辆出租车是将两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撞伤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监控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下午4点多 两名老人是在兰州的安定门里交桥东侧横穿马路的时候 被行驶而过的出租车撞伤 画面上看到可能是前面的面包车为了躲避行人捡完车速 而出租车恰好是在这个时候超车 因为有一个盲区的原因撞伤了两位行人 事故发生之后 赵市出租车司机和另外一个出租车司机 一直是站在两名伤者的身旁 不打电话随后救护车赶到了 将两名伤者送往医院 据了解在这条马路对面有一个菜市场 周围居民是比较多 大家为了方便通常选择横穿马路进出这个菜市场 大家横穿马路的方式就是直接走到马路中间 用手搬开这个护栏的接口从中间穿过去 而就在距离事发地点大概只有50米的地方 就有一处人行横道 那为了省几步路而冒险横穿马路 最后损害到的 可能真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了 然后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先去看看